台南则是有人上个月看见美法院推出的88元这个洗法优惠券 就很开心啊 把它买了 然后就带着妈妈到店里面去用这个优惠券 没想到呢 这个店里面的小姐替他们冲洗完头发之后 跟他们讲说要加收两个人的洗头费用 一个人180 两个人360 这怎么回事呢 业者说这个88元的价钱呢 只是你按摩的价钱 你洗头要另外收费的 所以呢 按摩加洗头其实是268 让他们觉得被骗了 这张优惠券上明明写着 体验经由调配洗法疗程只要88元 消费者看见那么优惠的价格 眼睛都发亮了 赶紧带着妈妈洗头去 没想到体验完 却被告知要另外付洗头费180元 的时候我们小姐解释的不是很清楚 让她造成误会 所以觉得很抱歉 业者解释体验券只限经由疗程不含洗法 往后会标示清楚 仔细看这张优惠券 上面写着 评券经由调配洗法疗程买而送医或体验价88元 看来看去就是没有标明洗头需要加收180元 没写清楚却要收钱 难怪消费者会这么不满 我们一定会改进 然后这个上面一定会标示说 这一项疗程呢 是不含洗法 不含洗法费用 台南市有一位小姐上个月19号 带妈妈到美法店使用优惠券 没想到服务人员替她们冲完头发后 却被加收两个人的洗头费 一个人多收180元 原来88元的洗头聊称 现在却要268元 两个人是536元 让他们非常傻眼 额外收费的话 一定要这个特别的把它再注明清楚 充分的揭露这个资讯 消保官表示 优惠券如果有另外收费 一定得标示清楚 店家害怕又造成消费者的误会 已经制作新的优惠券 标示洗头需要加收费用 也保证日后文宣品会表示清楚 不再让客人有被骗的感觉 中文新闻赖冠章 许安台南报导